我到公益单位 我感觉到就是最大压力的地方 就是募款还有募物资 国防部最受欢迎的发言人罗绍和 今年5月退伍后 投身做公益 到安德烈事务银行担任执行长 安德烈子善协会 在2011年成立 完全养烂社会各界的物资捐赠及捐款 针对弱势家庭孩童 提供食物包 让他们能够温饱 这边的都是我们根据 一些不同的孩子 他们的体质 他们的需求 也就是说 父母亲他们跟我们讲 他需要某种品牌的奶粉 那我们就是为他 专门客制化地帮他准备 因为安德烈事务银行资金短缺400万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募款 那以目前募款的状况来看的话 募款的成效 还有努力的空间 没有现役降临的光环 没有公务体系的资源 一切都要靠自己去努力 痛到冷漠的企业老板 会很受伤很努力 但为了帮助孩子 罗绍和不放弃 因为我们是在真心帮助 许多需要帮助的这些孩子们 让他们能够健康地成长 因为我小的时候 家庭非常穷 我也曾经在孤儿院待过 所以我蛮能够了解 就是这些贫困孩子 他们的心境 孩子是国家未来的希望 我的人生的上半场 如果说是在军旅服务 希望就是说 能够用人生的有限之年 能够帮助这些孩子们 让他们能够很健康地成长 然后让他们有正确的方向 由于农历新年将到 希望每个孩子在年夜饭 都能吃得营养健康 我们安德烈食物银行 在明年的一月份 我们推出一个年菜的专案 我们的年菜食物包 我们一定会放一包米 这是我们的鸡汤 另外呢 我们还有腊肠跟腊肉 也是我们要放在食物包里面的 还有比如说 米粉跟这个面条 米粉跟面条 这也是我们要放在食物箱里面的物资 这些东西 大家一起来做爱心喔 报导